深度学习系列之十二 那这次会跟大家介绍的是异常侦测的演算法 那在这个之十二里面呢 我会介绍在影像上的异常侦测 以及在讯号的异常侦测该怎么做 那在影像的异常侦测的算法呢 是在2022B到2023A的时候推出的 那目前有三个方法 那它会放在我们的AOI Lab的这个专案底下 所以它是我们在AOI Lab里面的第四个内容 但它的归属是放在异常侦测这边 那目前呢现在有新增的三个演算法 分别是FCDD、Faceflow跟Patchchrome 那这三个方法呢都是蛮好用的方式 然后它可以让你用很少的程式码 用很少的影像 你就可以训练出一个异常侦测的模型 那所谓的异常侦测呢 就是说你只要有这样大量的正常的影像 跟少量或者说甚至不需要有异常影像 它就可以将这些异常的热图产生出来 那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异常侦测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one class的classification 那目前在FCDD跟Faceflow这两个算法里面呢 它都是属于Full-Connectic Layer的架构 所以呢它会可以让你去输入任意的尺寸 然后你可以训练比较小的影像 然后去Inference比较大的影像 这是OK的 那在Patchchrome里面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影像上尺寸上的规定 那但是它的优点在于说 它可以不需要异常资料 而且它可以做到所谓的Future Learning OK 那这三个算法的话呢 在此篇的底下 我们都有介绍说它的Paper是用什么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介绍到FCDD相关的Paper 然后跟它Paper里面所使用的DataSet 那以及简单的一些内容的介绍啊 讲说它怎么做到这样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讲到怎么样用程式码的部分来做执行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在Metup上来实验 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也会介绍到怎么使用FaceFollow的算法 那FaceFollow的算法呢 是属于比较新一点的异常侦测算法 大概是在2022年左右推出的 好那它有一些算法上的革新跟演进啊 导致说我们在 也不说导致啊 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在异常侦测的部分 变得更容易的去做得到更好的效果 那这边有展示一些它 Paper里面的一些测试结果 那接下来是PageCone 那PageCone呢 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出的 那在CPR出的 那这边的话呢 它的算法的话 可以让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异常资料 也可以来做 然后效果也蛮好的 而且可以用很少量的资料 去做所有的FaceFollow learning 所以呢 这三个演算法呢 都可以大幅的降低 我们在做异常侦测时的困难点 比如说一些资料的unbalance啊 或者说你做很出奇的资料 你想要先看一下结果等等的 那在等一下介绍中呢 我们有一个东西可能稍微不会介绍到是 这个View的 Anonely Dictation的Result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会在下一期的影片跟大家做介绍 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会是针对怎么去训练一个 Anonely Dictation来去做介绍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码吧 好 那在程式码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2022b的版本以后 我们新增了三个演算法 FCCD是2022b FaceFollow跟PitchCore呢 是在2023a中新增的 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先去download这个Diaset 那我们这边使用的Diaset呢 是一个开源的Diaset 然后可以在这边去找到它 download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先针对于这些资料 去做所谓的资料的载入跟分割 那我们一样呢 我们使用Image.store呢 将我们的资料摆进来 然后我们去显示说 我们目前的异常跟正常的资料 在使用SpeedAnonely Detached Data的这个Function呢 可以将我们的Data 切割成所谓的训练资料 测试资料跟验证资料的部分 OK 那这边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后续的这个 测试跟验证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边可以得到的是 我们input的资料大概多少 异常的资料100张 正常的资料105张 然后跟我们的训练资料用多少 验证资料用多少 测试资料用多少 那因为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呢 我们不会用到 就是我们不会用到这个异常的资料 所以我们都是使用正常的资料进行训练 那在验证跟测试的话呢 我们就会使用一些异常的资料 来做测试跟验证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展示一下 我们得到的影像 这个是正常的影像 那这个是异常的影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异常的影像上会有一些差异啊 比如说 这边有一些受损啊 或是一些扭曲啊 或是一些汗袭异漏啊 等等的内容 或者说字没有印到啊 那这种都是属于异常的影像 那首先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先去做它的前处理哦 那这边前处理的 做的事情其实很单纯 我们就是单纯将我们的影像 转成512x512的大小 然后丢到我们的Chain 我们的Chain跟Validation 还有Test都做同样的事情 在我们Diastore上去挂上 这一个resize的function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选择 你要使用怎样的 异常政策演算法 如果你是选择FCCD的话呢 你需要给它 你指定的PretionModel 那PageCone也是 那如果是FastFord的话呢 它有Enable在里面了 那如果是PageCone的话呢 是Resness8跟50之间的选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切割它的验证资料机哦 就是针对于我们Diastore呢 去把它的资料做一个切割 把它好的跟坏的切割出来 好那接下来就进到Trending了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用的程式码数量其实很少 那在Trending的部分呢 那首先这个Option的部分 就是如同往常 我们会在训练各种 深度学习网路一样的Option 那这个就没什么太大的差异 那只是说 我们今天在进行Trending的过程中啊 我们在不同的演算法中 我们要执行的Function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FastFord跟PageCone FactD我们使用的DetectorFunction是不一样的 那这就如同在我们用YOLO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YOLO V2 V3 V4 我们使用的Function也是不同的 好那这边要给的资料呢 给的是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资料 还有验证所需要的坏资料 那以及我们FactD的模型 以及我们的阐述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 我们FactD的Anonimitation的训练 好那如果你今天是FastFord的话呢 你要给的资料是你的正常资料 然后你的Detector跟Option 那如果你是PageCone的话呢 你就给正常资料跟Detector的input就可以了 那这边还有些额外的参数可以做设定啦 那大家再去针对于你要去使用的内容 你再去做一下搜寻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去测试我们验证的资料 我们会载一张资料进来来做验证 然后把这个Anonimitation的Map画上去 所以它使用的方式呢 会是读一张影像 然后呢 我们去做这个Anonimitation Map 那这Anonimitation Map呢 就是把Detector跟我们的影像摆到后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Map 然后并且把这个Map 印在我们的影像上面 OK 那为什么我现在这张图是弧的呢 原因是因为 应该说是没有显示的呢 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现在正在做所谓的Chaining 那这是我们的Chaining的架构的内容啦 那我这边设定的话呢 是Mass E-Proach是30 所以呢 我的E-Proach会做30次 然后才会得到结果 那以现在 大概做5次 24分 快5分钟来讲的话呢 做30次大概约要花 大概就是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好 所以呢 这个的内容 后续 以及我们最后面去做可视化的部分呢 我会在下一篇的 影片中来跟大家说明 那以及我们前前没有提到的这个 文字上的这个 OCEA上的Image Label的标记方式 也会在后续影片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目前的Nomal Editation方法 其实效果蛮好的 那也蛮有蛮多的一些使用者 他们会将这样的东西使用在产线上 或是使用在他们的一些应用中 那我听到不少已经都已经放在实际的场线跟场段上做执行了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将Malib新增的这三个异常侦测演算法的使用方式呢 告诉大家 那在MalibDocumentation里面 其实有相对应的一些范例 那大家可以去拿来做参考